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一起捐出一份爱 为艺术改变乡村助力 我们不见不散 哈喽 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 牟定县的 娘旗屯村的清风湖畔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一起分享这个快乐的夜晚 今年是周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艺术改变小村 购义项目开展的第九年 艺术改变小村是由艺术教信王军发起 从2015年开始 扎根小村 以小村作为一个基点 透过免费的艺术教育的提升 楼库产品的艺术化 消错的互联网化 带到了多个地区 艺术教育的不足和 小村产业的振兴 同时今年是第十年 九九勾业日 我们交九九勾业日 变成九九勾业节 让善意更交曹曹九九 我们也决定做一些 能曹曹九九影响萧村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演员 任豪一起来到萧村 发现萧村的问题 挖掘萧村的灵魂 通过艺术的力量 带到到地的旅游 实现萧村集体富裕 欢迎任豪老师 大家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任豪 很开心能够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相聚 那这几天云南都在笑雨 然后天气也是比较多变的 你这边还适应吗 俗话说云贵川一家亲 我其实也是四川人 所以对于云南的天气 我还是非常适应的 对然后我小时候 也曾经来过一次云南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云南 第一次我还是在云南石林去参观了一下 那你这次参与我们艺术改变小村这个项目 你心情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今天一整天都待在村子里 然后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村民 然后还有一些老艺术家 有了非常奇妙的一些体验吧 对而且整个环境就是让我非常的惬意 非常的放松开心 那任豪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些老艺术家 那他们可是这个村子我觉得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 他们用自己手做的画笔乐器 将这个小山川变成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 然后白天人豪老师也在村里 大部分的地方我觉得都已经流浪过了 然后也了解到了人豪 这次来到阳崎屯村 欣赏到了美景 那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计划 其实这次来到阳崎屯村 除了欣赏这里的美景之外 我还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 就是帮助这里的村民 然后我想要制作一份这个小众必玩路线的这个打卡地图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地图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里的一些文化 同时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就是这里艺术的魅力 小众必玩的这个路线 我觉得这个小宝是很不错的 对因为 我们说一下 我觉得就是艺术不应该仅仅只是仅限在于城市之内 我觉得还是乡村同样也需要得到艺术的一些熏陶吧 对 然后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地图 能够让更多的人发现乡村的美丽 感受到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所以我也希望这样的地图能够将 就是能够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种桥梁 对让更多的人愿意走出城市 去探索隐藏在乡间的一些美好和艺术宝藏 我觉得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村子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不知道你去了哪几个地方 我第一个去的是茶园 对对对 我第一个去茶园 就是牟定这边比较有名的一种茶 叫做化佛茶 对这个化佛茶的名字的由来 也是我今天跟我们的茶厂的老板 进行了一个交流 然后他也告诉我 为什么会它叫做化佛茶 对然后茶叶其实在中国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的 所以就是大家说到茶叶其实会第一个就可能会想到是普尔啊 龙井啊 然后还有什么白茶呀 对 但其实楚雄这边也有非常自己就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茶叶啊 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化佛茶 而且就牟定县呢是遗族的这个自周 人口很大一部分的其实都是遗族人口 所以还有很多的一些传统工艺就是去采茶 制茶 然后有各种样的方法就是传统的一些方法 我也希望通过能够就是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去往我们茶厂的一些参观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就是并且品味到这个独特的茶香 同时也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我们谋定的魅力 嗯 对 确实像你说的一样 我觉得文化包括茶叶这些跟艺术的一个融合 我觉得会给我们就是带来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体验 是是 然后你提到的化佛这两个字 我觉得确实它跟佛这个是它是不可不可区分的一个连线 嗯 然后化佛山的佛教文化也是可以追溯到万历五年前勾元的1577年 嗯 然后随着世界的推移又到了晚清的这个时期 然后这座山上的佛教已经达到了13柱寺庙之多 而且也有数百个僧人曾经在这里修行过 嗯 然后充满浓厚的周教氛围和文化体验 其实到了今天他们都是在这里游玩 有一些游客过来游玩和茶圣的 然后他们在这里有着历史的一个痕迹 然后我觉得也感受到了佛教的这个文化的魅力 嗯 那我觉得你在长远还有没有一些好玩的经历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嗯 就是这样我把我们的这个茶厂的厂长啊 老板我也请到了现场来 非常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的段映老师 来来来来有请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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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直播期间 今天前的那个各位观众你们好 坐坐坐坐 好了 段老师娘我想问一下你是种草做了多少年了 现在的话我自己种了那个有快有16年了 然后我之前是那个家里面那个老人也在种 我们是在这家族传承下来的 听哥说来来牟定已经20多年了 你种茶16年也就是你来到这边基本上就是稍微的 那其其他行业做了做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做做这个茶行业了 那茶叶是在你这里是最最最厉害的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都是选择要在减仰奇屯这里做茶叶了吗 没有也主要是机遇吧机遇 主要是之前我们这里有一片嘛 就那个大集体时候就栽种了茶叶 然后也和那些家庭那些有关系嘛 然后就选择到这里那个就业和工作嘛 就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现在好多人通过电子烧物啦 呃线上这个把块啦送卖这个茶叶 那我们这边是采用哪一组销售模式呢 主要的话我们现在还是以那个实体销售为主 就是先满足我们周边的那些客户嘛 主要是还有一个更关键一点 就是我们对这方面不是很很熟悉 对这个操作不是很在行 就是线上的一些 对对线上的销售不是很在行 所以说局限于这个这个这个发展嘛 所以说对那你现在对你的草草未来 有没有一个规划 就是你要大概怎么来做这个 嗯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我有很多想法 就是说现在的话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就然后带动其他的那个那些草荣啊 把他那个把这个行业 把他再发展一下 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 我们的化福茶 我们地方还有其他家的很多品牌 都一起一起带动 往外面更远的地方 更让更多人知道嘛 那我觉得其实哥你可以就是可以在外面去应聘一些 就是懂一些包括在线上就是销售啊 包括线上一些运营的一些人来到咱们某定线 能够为咱们某定线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 可以做出一些像对外的线上的一些 对因为这样的话 能够更快的去把更多的就是咱们 比如说茶农种的一些茶 然后咱们卖的一些服务 然后咱们的一些斗志品能够更快的在网上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就是在网上购物的这种 对对对 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如果能够招聘一些 就是懂这种线上技术的人来 然后他们可以会帮助嘛 嗯对对 我这个也考虑过就是说 但是之前也碰过币 就是说请来的都不是很专业嘛 那些都那个那个发挥的不是很满意 这样的 他们是对对对于咱们这个茶叶和豆腐乳啊 这种是对这个我们 就是我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不了解 对对对对对我们产品不了解 主要我们这个也不是很不是快销品嘛 所以说还是以那些老客户为主嘛 所以这个就需要一个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 嗯 磨合的一个过程吧 对对对对 相互大家彼此相互了解 相互的去去促进这个 到现在的话 我就我们那个 呃就是网上像那个微信朋友 有一些那些老客户他喝喝到我们的茶 然后通过那个包装上面的电话和我联系 然后加微信发地址 那个发地址给我给他们发货 这些也也经常有 这些也经常有 就是说比那个上有稍微麻烦一点 比那个 哈哈 呃我看早上你们还是体验了那个茬 那个茶叶的那个套馁 对对对对 像我们平时的话 那个周末 кноп那里还有寒暑假 那些家长会带那小朋友来体验采茶 啊 还有那些像刚才我们做的烫燃 就做好了 他们就可以自己带回家做个纪念 以后比如说是有客人来 包括有游客来这些 就直接找你预定 来你炒炒 找你定制体验就行了 对 每周会可以给他们教学 对 这样统一的 就是说安排一个时间 大家一起过来 然后可以让教小朋友 那些炒茶揉茶来那些 都可以教他们 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茶叶踏染 还不是那么的了解 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新的一种玩法 我们请端云老师 给我们大概讲一下 它的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什么 我们就用 拿一个那个白色的小袋子 那个手提袋 然后采一点比较嫩的 那个叶子嘛 它的叶绿素比较多 然后可以各种各样的 就是像什么花瓣啊 各个颜色的花瓣 红色粉色紫色 只要你喜欢的 然后放在那个袋子上 做一个你喜欢的图形 然后我们用那个胶带定位 把它定好了 然后用那个小锤 锤 对 把它那个叶绿素锤了 印到自然的印到那个袋子上 然后稍稍等个一两分钟 印得差不多之后 然后把那个叶子取掉 然后你喜欢那个图案 就印在上面 那是所有的叶子都可以这么做吗 还是只有特定的这种花瓣 或者特定的叶子才可以 只要那个是比较嫩的 因为一律素比较多的那些叶子都可以 你这个小法还是挺好的 很有意思 特别人来喝茶的都是还能体验到 制作一个自己存手会做的一个 对它这个做可以拿回家做纪念吧 对 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很多的薰衣草 有什么红色的 然后黄色的紫色的小花 然后我还专门选了一个叫三角梅 然后敲打过后就有了自己咱们 我自己今天也做了一个这个小包在上面 对对 艺术的体现吧 对 虽然这个段老师有跟我说 他说现在这个踏染有很多来客 就是很多游客会来过来体验 但其中它背后孕育就一种传统工艺的传承 对 所以踏染是一种很古老的一种硬染技术 因为我们刚好我们家也是做这个服装面料的 对 所以我对这个硬染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清智到一点 对 然后通过这个植物的自然形态和色彩的转移到布料上 我觉得创造出这种独一无二的图形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片叶子是相同的 对对对 所以你做出来的这个就是你就是唯一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这个这个造型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它就很像这种大理啊西双板呢就是街头的那种渣染 对 然后再加上茶叶又是咱们云南这边非常特有的一种植物 所以通过这样体验人们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乡村的自然之美和传统工艺的这种魅力 那我们也透过一段短片来看一下人熬的制作过程吧 诶 白哥 这是你们家茶园吗 诶 对对 您这是摘的什么茶 这是化妇茶 化妇茶 对对对 我们那个牟定特有的品种 我看您这个手法非常娴熟 你想不想试一下 您教教我 教我怎么摘呢 先给你一个采差的小工具 行 你看像我们这就比较嫩的 像一一二一 这个这两天的话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 哦 就是摘这个最嫩的这个品种 对对对对 像这个防手再把它捏住 然后一掐就断了 哦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对 这样也不删手 那你平时摘这么多 那这种茶叶是怎么一个 就是销往哪里呢 还是 呃 我们主要就在本地销售 还有那个本我们那个楚雄州附近 哦 那平时你会泡自己喝吗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个一会儿那个我再来采一会儿 一会儿带你去我那些 钢茶里面喝一下 哦 是吗 哎呀 谢谢 对对对 行 画佛茶 哎 对对对 我云南我听过 最有名的是那个普洱茶吗 哎 对对对 像我们这个就是那个 那边引进过来的品种 哦 你们大概一年能产多少呢 这个这个画佛茶量 像我这里的话 就是能敞到那个二十多吨 二十多吨 对对对 主要还是看天气吧 像我们茶园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体验 你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啊好 一会儿我带你去茶茶园面 体验那个其他的那个茶叶的制作方式 哎 茶叶的制作方式 其实我也有一点点了解 鲜亮 在晒 在沙 没有我们这个是烘清绿茶和那个工艺有所差别 哦 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对对 好 差不多了 那个我带你去那个茶里面去体验一下其他的项目 好 行 好 走 这里 咱们这个茶园总共有多亩的啊 我这里的话现在还有两百四十多亩 这一片基地的话 就那边有一百二十几亩 这边也有一百二十几亩 嗯 哎 到了到了 哦 我们这个茶叶放哪里啊 我们从这个仙液入口 哦 就有一个仙液入口 哎 对对对 暂存筋 好 我就直接这样倒进去就行 哦 倒这就行 哎 对对对 好 走吧 我们先进去看一眼吧 整个生产车间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哦 初置茶车间 哎 对 来 先了解一下 我的那个加工过程 这个机器先用来做什么的 杀青 杀青的 对对对 先用的茶叶 仙液采回来的时候 然后在外面去构秤 然后在这里探凉 然后就通过这一台机器 杀青通过高温吧 把茶叶身上的带有的 那个新臭味 新臭味把它这个杀掉 然后香气才出来 这个也简单这个工序 这里的杀青和我们这个距离的杀青 不是一个杀青 对对对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它这个是最早的时候 是用那个大锅做炒 那个翻炒那个 是是是 现在的话 我那个像我们的话 数量也比较多 然后就不能不能通过手工 手工的话那个忙不过来炒不过来 对对对 因为量太大了 对对对 通过这个机器来替代 是 然后这道工序一出来以后 然后就到第二道工序 第二道工序 对对对 这个机器是用来做 揉碾 揉碾 茶叶揉碾的 对对对 它要通过揉碾 把那个茶叶定型 然后把它那个 茶里面的那个茶毒分氨基酸 那些揉出来以后 它水冲进去就能够快速的出味 嗯 这个就是第二道工序 揉碾 揉碾 然后到后面一步就到 哎呀 就到了这里 这一条 这个就是那个茶叶的烘干 烘干 对对对 就把那个通过高温 通过100到120度的高温 把茶叶里面的水分 把它全部烘走 就是出来以后就是茅茶 哦 杀青再杀一遍 哦 不能再杀了 再杀多了 那个一个是 容易把茶叶杀干 然后把那个水分杀 故意杀多掉 那种茶叶就不好吃了 哦 那那杀青跟这个烘干 有什么区别 它两个不都是高温 然后通过把那个里面的水分 给争取掉吗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是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说这个烘干 是把茶叶里面的所有水分 烘成的 全部烘掉 然后出来就是那个茶叶 干茶叶嘛 哦 就是杀青的话 只是把那个烧烧起到那个 把茶叶那个 是怎么说 就像尾雕一样的 哦 多的水分给 再给去掉 对对对 明白明白 这样就出来就是茅茶 这样也可以直接喝 就说外形不是很好看 哎 那怎么 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下 怎么区分这个茶叶的好坏 就是 就是好茶和 就是品质一般的茶 一定是有很大区别 对对对对 怎么区分它这个 哪个茶叶是更好 就今后大家要是喝茶的时候 一定也能够通过这一点 能够去鉴别哪个是好茶 好茶的话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是 我们自己茶的话 就像 当牙 当牙那个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只有一个牙那个嘛 然后下来就是一牙一叶 一个牙一个叶 当牙和一牙一叶 对对对 这两个的话就是品质比较好的 那我之前 因为我们当时 我这个拍的戏里面 也有一些制茶的一些 对对对 那这个茶里面有 记得有一些白色的那个 白蚝 白蚝是吧 你说那个是 那个叫蚝 茶叶背面的那个绒毛是吧 对对对对 是白色的那个 那个就是只有那个 嫩牙上才有 所以那样的也是一个好茶叶 就是茶叶上面有一些 白色的这种毛是吧 对对对 有那个茶毛的 那个在上面附出的那个茶叶 才是好 才能出味 颜色也更好看 那这个大家就知道了 然后比如说这个茶叶里面是 一牙一叶 和这个有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 那个专门的白蚝 有白蚝的茶叶 就是上等的好茶 对对对 这里自己就毛茶出来 就大体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那边 去评一下 我们那个今天采的茶 好 那我们今天来感受一下 我们刚才采的这个茶叶 喝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 走 这边是放那个储藏茶叶的地方 对对对对 这里是 下边这里是那个精致车间 包装车间 仓扣 啊 预包装仓扣 我看见还有更衣室 是不是他们每次做茶叶的时候 还有这个把衣服换 对对对 都必须要换的 这个整个安全啊 试验安全做的非常的细致 来 这里随便坐啊 谢谢 谢谢 哇 老板东西很全啊 随便喝一个我们的口粮茶吧 好好好 老板这次给我泡的这个茶是 就是化佛茶 就是化佛茶 对对对 让我也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的化佛茶的魅力 化佛茶我还应该是第一次喝 对对对 这是我们那个云南特有的那个大叶种嘛 大叶种绿茶 这个步骤叫什么叫什么呢 这个洗茶汤杯嘛 啊 洗茶 对对对 所以把这个也把这个壶给热一下 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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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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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是那个放在水里泡着那个人吗 对对对 我可以看一下吗 这个是我们刚刚去查山采回来的鲜叶 就是这个鲜叶嘛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水那个浸泡以后 然后来做一个植物的碳染 它就泡在水里 然后它怎么染呢 就放在这个桌布上一会儿 一会儿被那个胶带贴一下 你我教你吧 行行行 我们我们一人一个 好谢谢 我还第一次看到用茶叶可以 茶叶花呀很多都都可以 是吗 对对对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你看你需要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造型都可以自己放 那我选一个紫色吧 我给你弄一下 把它水分去掉 先把这个浸泡好的这个 这个是 主要就是给它洗一下 在上面灰尘 哦 洗下灰尘 然后 把这个水给拎干 对对对 放在这个布上 对对对 给你拿一个这个粉红色吧 你看要摆个什么造型 还可以可以放在这 对对对对 茶叶给你拿一片 好 先放吧 先放吧 先放我们一会儿 好 待会儿再弄其他搞不搞 没有我们先看看这个是怎么弄上去的 然后待会儿我们再考虑怎么设计 这个要定位了现在 哦 还要定位啊 对对对 不然一会儿那个 看一一敲它就跑 这三个线这么定 好 好 用胶布把这个叶把这个叶子啊 把它定位在这个定位在这个布上 我来 你再加一加 放点水 放点水 好 我们就先见 好 看看待会儿能出来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个现在就暴力一点了 拿小锤砸 砸吗 对 这个图像砸 搞定 看可以吗 应该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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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撕掉 撕掉 像我这里的话 平时周末呀那些 还有那个 寒假暑假 都还是有很多家长带的小朋友过来体验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成熟 哇 真的印上去了 对对对 但是我感觉我 我这个上面有那个锤子凿出来的那个印记 你把这个叶眼淋淋的攒上去 成功 哦 成功 给镜头展示一下 真的能够早上去 哎 是呢 其他还有其他花也可以 哦花也可以 对对对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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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忘记放一片这个小黄叶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行 这就是我 那你又把那个任老师那个这个给我留留一个纪念啊 留作纪念了 啊 行行行 谢谢 来 我们喝茶 好 哎老闻那你说咱们村子里面还有没有像这样一样有趣的一些 哎呦有啊有啊有很多 还有 呃对这里下去就有很多你去找一下一会 啊 行行行行 那我先喝完借口茶 哎好的 行那多谢老板今天的反代哎好好好 我先去再看看哎好好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有空来玩啊好嘞 我看到很多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在说好漂亮好小体验 还有好多朋友在问要怎么助力 嗯 然后呃大家可以点击左下角的烤片就可以和仁豪一起捐了 一起助力让更多的美丽小村被人看见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磕磕流奶器搜索仁豪和仁豪老师潮漆一起捐 高高长远的体验是真的很不错 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 不知道仁豪老师下一站要去哪里呢 下一站就去了这个庆丰湖的这个水边啊巨大的一个流音机 水边 没错没错 水边是他的名字 当然他也确实是在水边啊 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录音机 其实他就在我们的旁边啊 在就在我们旁边 我选择这个站点的原因呢 是他不仅能够体现乡村的自然美景 还能够把这个艺术装饰和自然环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就创造出了一种很独特的艺术体验 对然后就是网络上面大家会说就是很有氛围感很有氛围感 对对对 所以我也是通过这个站点能够让 希望能够让游客们能够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和谐 对同时也能够激发就是大家对于艺术创作的这个兴趣 因为之前有看到就是有流浪歌手啊 他们就是平时在就背着一把吉他 然后就在这里吃了一个这个露营桌 然后放了一个小音响 啊对 然后就是一边弹单琴 然后可能旁边还摆了一瓶小啤酒 啊一边喝点小酒 然后自己弹单琴 然后就很有一种就是和大自然对话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追求自己的适合远方 没错 就是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感受 就是 呃因为我们平时工作呢 长期都是在就是全国各地到处飞嘛 嗯 然后就是每次到一个城市过后 可能在那个城市就是驻流的时间 也就只有个最多这两三天的时间 对然后我们又会奔赴到下一个城市 又去做下工作 所以其实呃我们到一个地方过后 其实并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到就是这个地方 它可能当地的一些独有的一些文化呀 或者一些氛围吧 就可能就是就一直感觉都很匆匆忙忙的 就是脚步不停的一直在走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嗯 像咱们这个水边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非常清晰的感觉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自然的 这种自然和这个人文的一些交接 是非常惬意的 而且非常和谐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感觉到很舒服 嗯 就是空气也很好 当地的这个村民们也非常的友善 然后热情 然后又能歌善舞的 然后你走在路上都能看见大家很开心的聊天啊 然后有旁边有人可能在 可能谈一下聊 对 在旁边跳舞 有些人在唱歌 有些人在就是聚在一起聊天 就是你能感觉到就是他们真的是在生活 嗯 所以咱们谋定这个地方是真的是 我感觉就是能够给我们这种就是 每天都在意义奔波的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气息点 嗯 对 我确实听完两个老师说 我觉得这里确实是艺术与自然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 没错 嗯 然后我们在 那你在这边有没有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物 是这些给我们分享的 我带了一个小东西啊 这个帮我说一下这里的有趣 嗯 哦 没错就是这个 哦 这是我带的这个 嗯 这个这个叫小录音机 啊 其实我是在这个巨大的录音机里啊 帮帮帮贴了一就是一面墙这个磁带墙 当时呢我还遇到了这个新王军老师 其实在贴这面墙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这个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装置 更是一个可以记录和分享故事的平台 就今后如果有朋友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么一个大录音机 然后进去一看到里面有所有就是很多就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 各种磁带里面你都可以看到 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很复古的收音机的一个外星 在它面前你我一下子就能想起我小时候听那个磁带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也听过那个磁带 记得很清楚 听的第一盘磁带就是那个是有里面有张学友 然后里面有刘德华什么那个冷夜雨 约B1然后还有这个恶狼传说张学 我原来都是我听的第一盘磁带就是这种歌 然后就是很有亲切感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是是属于那个年年代就是特有的记忆吧 对然后每翻译转就是转一次磁带 然后每按一次这个播放键 都是一次与艺术的这种互动 其实这种互动是数字时代无法就是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这种可能是情绪价值吧 我觉得是情绪价值 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个磁带墙呢 让现代的人就是让现在的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感受到当时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他们没有就是我比我意思是比我小的年轻人 然后就是比我可能年纪的小一点的这个弟弟妹妹们能够感受一下当时我们就是怎么从听磁带再到听MP3 再到MP4然后再到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当时的一个一些听音乐的一些软件 就是再到现在的手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原来他们原来他们原来听歌是这样的听的对不对 会有年纪比我们稍长的比如说有一些80后的人然后90后的一些能够带着自己孩子们来来到这里 然后同时他们也可以给他们讲一些给他们的孩子讲一些故事 你看像爸妈妈小时候是怎么怎么就是我们原来哪有什么手机啊对吧 都是听这些磁带一点点听过来的对对就会很有故事也可以也可以给他们孩子们能够有很多的一些发散想象的一些空间吧 嗯嗯对听你这个一个脚丸我都觉得非常尴尬我都想起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听这个磁带然后听点歌曲甚至还要去擦一下那些歌词来记录 甚至还要学着跟着他去唱然后也是对我小时候的音乐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还是一种学习的一个启蒙了嘛 然后我看一整面桥 那个工作量还挺大的 然后那追踪效果 我觉得是怎么样的 实际我也很期待 我觉得应该大家前面的 大家应该也是很期待吧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磁带桥吧 行 孤独的人 哥你那阵呢 哎 哎呦 又见面了 哎 你们这在做什么啊 这下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除了是一个大的装置作品 然后未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水边的音乐咖啡 所以我们就把音乐主题的 这个是最早的磁带了 对 然后想沾到墙上 你有没有喜欢听这上面谁唱的 Michael Michael 这是谢听凤张学友 对对对 哇这都是 这都是八十年代的那种人 给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行行行行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好谢谢 就玻璃胶嘛 对吧 玻璃胶 对吧 玻璃胶 李湘南 梦中的你 梦中的你 那个 做成类似于像 你要打游戏像通关一样 哦 要去寻找它 你要自己去找 对也欢迎你去 村里 寻找我们更多的作品 还有就是你看到 我们外面有一些墙是歪的 对 我们那些墙是实际上是做成一个书的形容 哦 那是书本的 对未来要做 做成很多巨大的书 你们这个太有这个设计理念了 这个太棒了 QQ仁乃器个人中心上限了我的勾益专区了 观看勾益视频就可以及时捐助 快到勾益助力成为你的日常习惯吧 高高看到弹幕 好多粉丝朋友在评论区说人好老师好抱很厉害 然后也很有意义 很想来这里来看看这里 这里的风景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然后音乐我觉得还是很有能量的 它能够教人们的情感和记忆 紧绵地联系到一起 任好老师确实在这个录音机的项目里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们也希望未来来到这里的人 能够感受到任好老师的忧心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磁带桥 当中留了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又来做什么的 这个位置呢 是我待会儿我会可能就是签个名 然后我会把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磁带里面 也留了一段我的这个一段小小的气愿吧 对 然后留一个小小的期许在里面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磁带到时候也贴在这个磁带墙上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来找一找翻听一下这个磁带里面 我到底去说了些什么 哦 谢谢 希望大家来探索一下 哦 谢谢 是针在圈 也欢迎 对啊 针在圈 对对对 我现在就写一个 也欢迎大家来蒙定 来我们这个水边来找一下这个人好老师亲自签名的这个磁带 对 反正到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个 咱们会把这个磁带放在我们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录音机里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它 然后可以播放一下 好的好的 谢谢人好老师 然后也希望大家来蒙定来水边寻找任好老师找的这个磁带 嗯 然后我觉得你这个磁带还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我听完我都如果没在这儿我就想要过来寻找一下 然后这几天我们也会发布短片 让大家真实的来看一下填满磁带后的墙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然后水边也有蒙定很多的这种特色的农家乐 然后不知道任好老师有没有去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这个味道 今天中午的时候 然后今天中午和晚上 我们都是在咱们这个磁带的农家乐里吃的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里面就是有咱们这个鱼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后面这个湖里的鱼 然后还有我们这里的特色食物就是这个腐乳 腐乳 然后还有这个豆腐 然后还有这个蘸我们四川人说 蘸水 蘸水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还他们就是专门还送了我一个一盒这个腐乳 然后我把这个腐乳就是打算明天就给它寄回成都 因为我的奶奶很喜欢吃吃这个腐乳 所以因为我今天也吃了一下我感觉味道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就是打算明天醒来过后白天趁我还没有改飞机的时候就把它寄回 寄回成都 对对对对 他们也去一次 谢谢谢谢 这确实是我们当地佛鲁是在整个地区或整个云南我觉得都是很出名的 没错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故事 还有很多的人文的这些情怀在里面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文豪老师都吃了哪一些的特色菜吧 这个腊肉就是回老家的感觉 这个腊肉就是回老家的感觉 吃这个腊肉就是回老家的感觉 还有这个豆腐 这个腊肉 老师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某定 你好 你好 好来谢谢您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左脚物之箱某定 就是你觉得我们的菜色怎么样 非常棒 喜欢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那么我们的特色的话呢 今天给您准备了我们的一个水库鱼 还有我们的一个农家腊肉 以及说我们的一个煎豆腐 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你知道吧 豆腐沾豆腐 豆腐沾豆腐 就是桌子上两个豆腐 你猜是哪两个 这两个是豆腐吗 对对对 这个的话是我们本地的一个豆腐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豆腐乳 它是在我们谋定四百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 就是你看外观就能知道 很鲜美 然后外观很鲜 那个显很鲜很鲜红 所以说我想给老师尝一下我们的服务 行行行行 没问题 我先给你夹一块好不好 好好好好 这个我小时候也经常吃 这个小时候我奶奶就吃馒头的时候 对这个夹馒头很香的 来您尝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我们这个是嫩如洋芷 很细腻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它一点都不行 香吗 我回去给我奶奶带点回去 好谢谢谢谢 那希望您能满意我们的这个番菜 感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这个楼顶 谢谢谢谢 那不打扰您吃饭了 好好好谢谢 辛苦辛苦辛苦 哎呀 既然这样就开中吧 就别客气了 我先来个这个 在咱们这个云贵船 咱们这个云贵船一家 就是吃这个蘸水呢 就一定要给它先给它 先拌一拌 把它这个里面的花椒味精辣椒 还有葱香菜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这个叫做胡椒粉 给它拌成一个稍微的 看起来有点黏黏的一样这样 然后好 然后这个应该是蘸鱼的 这个应该是蘸豆腐的 我先做好 只有在这个云贵船这边的这个辣椒啊 味道是跟在江浙户地区辣椒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基本的辣椒就是有一种天然的香味 好 然后我们再尝一下它们这个特色的这个豆腐啊 我最期待的 这个辣肉 这个肥瘦相间 然后这个你看起来就是吃到嘴里会爆肌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这个简单的总结一下啊 就来到咱们这个牟定县的赵鸡村里面 一定要吃到它们这种特色 特别是它们这个鱼 还有这个豆腐 包括它们这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豆腐乳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一定来这里的时候要体验一下 那这个话不多说啊 刚好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我们就好好品尝一下它的这个土饭 有机会到家一定要来谋定 尝尝我们当地的腐乳 没错 这个腐乳有很多吃法 对对对 你吃腐乳你可以怎么吃 我是一般喜欢吃素的 吃素的 对它还分成油的跟素的 这个腐乳里面还是有一些 油的跟素的有什么区别啊 油的话这个我估计得要请一下本地的人 我吃的那个就是一个那个罐子里 然后那个里面都是辣椒的 然后里面有点小汤汁 对对对 然后夹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吃腐乳 一般都是要么就是裹着馒头 就是或者馒头吃 要么就是在那个米饭那个旁边 然后吃一点腐乳 然后吃点米饭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从我的角度理解 因为我吃过的 我感觉油的有里面那个油多一点 素的话它里面是类似像水啊 有一点像这种来做的 然后它是分两个 然后油多的话它偏油腻一点 对我觉得我自己是我是喜欢偏吃素的 我觉得咱们谋定的腐乳就是好吃就好吃的 因为有些腐乳吃下去就很咸 对对对对对对 就吃完过后你就很想喝水 然后就是因为很咸要么就是因为里面放了有辣 所以它就要么就很辣 要么就很咸 所以但是这里我们吃的就是这一次我吃完过后 我感觉就是首先它很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味道很清新 就是它就是腐乳的味道 它没有感觉没有太多的这种什么化学添加剂啊 就是吃下去你就是那种腐乳发酵过后的那个味道 然后你说它辣它不辣的 但是你要说它咸 它其实它就是吃下去那一点点感觉就是腐乳那种感觉 然后吃完过过了一会你嘴巴里面就没有任何这个腐乳这么咸味啊 就是残留的这种味道 所以我觉得这是确实很不错 然后我就赶紧给我奶奶也吃了 对对对 然后今早你吃的这一家的话也是 这一家腐乳现在是它是从小就在这个村子做这个腐乳 然后现在就做了几十年 然后现在它把这个腐乳也做到了全国各地 哪里是世界各个地方 所以他们的做法包括这些味道也是多过几十年的一个 算是全统工艺了 对对对对 所以才把它做得这么好 对对对 然后你还能吃得挂我觉得也很不错 有些人它还是它吃不挂 但是四川可能跟云南的话我觉得可能口味上面还结结一点 对对对 但有些可能偏北方它又可能不一定会 是 所以才要让他们大家来到我们牟丁感受一下 说到你一吃发现好像很喜欢这个味道 对对对对 所以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来我们这里要尝一下我们这个地方的腐乳 来试一下仁浩老师说的这个味道 一定要来这里才能吃得到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我嘴很挑的 我吃东西真的嘴很挑的 我能说好吃真的还不错的 对对对 那你能够得到你的认可 说明他们也是确实做的好 是是是是 好 然后大家也可以点击左下角的烤片 就可以和仁浩一起捐了 一起到更多的美丽小村被人看见 当然也可以在QQ流奶器搜索仁浩和仁浩老师潮漆一起捐 嗯 然后吃完饭仁浩老师还去了哪一些地方 我还去了这个乐琴制作工坊制作体验 没错 然后就是因为我吃饱了过后想找点细琴做嘛 然后所以当时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这个 咱们这个乐琴制作的这个制作工坊 所以我觉得是特地的进去看了一点 然后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乐琴的话实际在楚雄这边它是 基本上大街上走起来都是 南大街上拍着乐琴跳着这个舞 它是平常日常都成了一个生活画 生活画了这里被船者就是会走路 就会跳这个爪脚舞 会说话就会唱这个移植的这个调子了嘛 然后乐琴的话它有一个名字叫 移植的龙头士贤 然后它不仅是一个乐器了嘛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而且蒙地很多的广场上都到处都能看到 而且蒙地还被有一个平常的那个世界纪录 就万人可以跳着这个爪脚舞 对啊然后他们日常每天可以说是满大街的 都是从找那个唱到我 然后小朋友可能从三五岁就开始 就开始就开始 学会跟着父母亲开始就会谈这个乐琴了嘛 所以是传承也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跳舞的那个舞林比我还长 对对对对 待会我觉得老师也可以给他们一起体验一下 好啊 然后我在想那任何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站点 进去去看看他这个乐琴的这个制作 因为这个遗族龙头四弦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能够代表咱们这个遗族的一个一种乐器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关于这个龙头四弦传承的一个短片 其实里面就有谈到说就是对于龙头四弦这样一个比较小 相对啊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乐器 我觉得就是你要将它传承下去 其实在目前来说是比较难的 对对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因为不了解它 所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所以我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站点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遗族的龙头四弦 同时能感受到它这个独特的魅力 所以我也今天专门去体验了如何去制作这个龙头四弦的这个体验的过程 然后也亲手制作了一下龙头四弦 然后去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当地文化这个精髓 就了解了一些这个这个这个乐器背后一些故事和一些历史吧 同时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就是了解到我们龙头四弦这样一种乐器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去喜欢它 对去了解接触到它 对对对 有些他确实年轻人可能会弹到他可能已经不会去制作这个了 对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制作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是 然后你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制作到处的一些有趣 或一些感受亡制作这个乐器呢 呃 因为首先第一第一我刚到那里的时候 这个我们师傅就告诉我叫如何上色 哦 就是如何在这个这个填填色 然后填用了蛮长时间的 因为它每一个就是每一笔下去都不能够去把中间的那个缝隙的地方给填满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有蛮有这个需要技术的一个货 然后后来就还有这个搭弦的一个工作啊 也就是咱们这个龙头四弦的最主要的这个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搭这个弦啊 然后因为我平时也钓鱼 嗯对然后我会去绑这个鱼线就是绑结啊打这个各种结啊 哦 我发现这个绑这个弦的这个结要比我那个结还要难倒 哈哈哈 对对对 然后今天就是也是那个师傅在旁边教了我好几次 然后我一直在不停的观察就是他怎么去打这个结 怎么去把这个结调的越来越紧 因为我确实这也是我第一次上这个上这个弦 因为我我我不会弹吉他哦 对所以我我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弦是 就是因为其实我感觉这个弦和吉他那个弦的上法其实是差不多就是慢慢会拧紧它哦 对所以今天我也是感受了一下这个琴上弦的这个过程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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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这个点吧 对我也是体验了一下 哦 对 哦 老师打搅一下 请问这边是月琴制作工坊吗 是的 您好 过来参观一下 好的 你这里是可以体验一下的是吧 可以的 要不要体验一下 行 那您教教我怎么弄的这个 好的 这个叫大红材 你自己拉 很好 这个太简单了 就是上面涂颜色是吧 对 这个开放里面不要涂下去就可以了 行 那我来感受一下 好 谢谢 那我 我像师傅一样坐着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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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 好了 就这样 可以啊 很好的呀 太烟腺了 谢谢 太烟腺了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像这个咸的话 他们是怎么 平时怎么上上去的呢 这个我教你吧 行行行 你要体验一下 好 我体验一下 您先做个示范 我看一下 好的 你先坐着吧 你坐着 这个就是坐着 我教你说 行 对对对 你看好 是这样的 一头 这里更进去 这里 打个几 打个几啊 然后这边再打个几 看好 小饼绕上 这里打起啊 放下去 扬下去 这样 成了 对 这怎么扣着呢 这个 看好这个 给刀的话这样起啊 或者这样啊 也可以啊 打个几个几个 这个 嗯 比较难刷一点 对吧 绕 绕 绕绕 活动的口子要朝上 嗯 对吧 这里的话 就这样 松掉 嗯 松掉 穿进去 看好啊 就这样 放进去 穿进去 打紧 打紧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就这样 这样一拉啊 成了 可以了 诶 对 这样就成了 哦 然后就给了 嗯 紧上 捏捏捏捏 打紧 就这样 捏一下吧 哦 我 我 是不是比较难一点啊 哦 那成了 这有了 真有了 真有了 行行行 那我也来试 我也来试一下 嗯 好的 你就像 剂水 这个吧 还是剂这个孔是吧 它是 浪头四线 它是四个鞋的 行 我来试一下啊 先不要 拿这个刀 对对对 对对 从这里穿进去 往那边拉 拉进去 嗯 然后这边把个扣 勾到的 要这边 哦 在这边 这里打起呀 啊 行 这边打开 你拉轻一点 这里啊 就是这样 看好啊 这是一个 窍门啊 这也是 放进去 刨好了 要好 上面你自己刷吧 行 下面我这个应该 绑在哪一个上面呢 绑在这个上 绑这个上面啊 好 哪个鞋啊 这个鞋 这个鞋 是这样的 啊 头上先有一个鞋 啊 头上一个鞋 它就不会花了 嗯 这样 哦 这个鞋比尔呢 两个 这个鞋比尔呢 这个打 打出来呀 这里 放进去 好 开了 一拉 嗯 这个扭紧 是不是 扭的话是很紧的 嗯 就这样 很紧的 它总共有几根鞋呢 四根 总共四根鞋 我们头四弦 就这样 这两个鞋这么近啊 哦 就这样了 看 要不要再 再说呀 没有调好的 我劝你调一下 这样 你看好啊 哎 你 扭了一个了 就这样 哦 可以了吧 哈哈 我 我再来一个 好的 我再装一个 谢谢 先走这里 一窗鞋 拉上去 对 当然 好 打个小鞋啊 在这里 打个鞋 打个小鞋啊 打小一点 哈哈哈 你会这样调啊 我跟你调啊 我给你调啊 我给你调啊 你会这样调啊 我跟着调啊 你会这样调啊 好 好 对 就这样了 完成了 不过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这个乐琴的制作和它的这个 从上面涂色的这个工艺 但是确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手艺活 真的是得要师父亲自教你 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去绑这个线 怎么去绑得更紧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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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精彩了 确实通过这样的体验活动 游客不仅能够获得一个 比较独特的艺术操作 我觉得还可以更加了解 这个遗族文化 通过这个遗族的这个乐琴来往 对 在制作这个龙头四前的过程中 教我制作的这个老艺人 也就是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 邓光佑老师 也通过这次体验 我也感受到了遗族音乐的这个魅力 也更加的珍惜这份文化的传承 然后这一次呢 我也非常有幸把我们的这个老师 请到了现场 来 我们欢迎一下邓光佑老师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欢迎 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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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老师 来 走 来 来 邓光佑老师 邓光佑老师 要不你先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后来 到94年 94年 也有家庭 我就改善做了这个龙头四前 因为我家祖传三代都是木家 祖传三代都是木家 就是跟大家大概的介绍龙头四前 这个乐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乐器 先聊的是这个车门 还有这个红车门 前后半都是先同样的材料 它的尊重部分是这个叫冷炭 这个叫我们最花钱的叫仙雅道 这可能就叫仙杆 这个叫仙猫 这个是怎么成为漫龙现在 这个大小龙头 大小龙头 哦 哦 它的更差方面了 就是有没有这个杏杆了吗 连这个框了吗 就是 到了以后呢 霜上这个杏了吗 它就 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调出不同的音色出来 嗯 就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调出不同的音色 对 那么就 怎么成为这个八方那么太四前 是八方的 这个是 八个角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 一次那么高 走就 少不了的一个 这个民族用器 左小五少不了的一个民族乐器 啊 这个呢 这个一趟了嘛 就那些 啊 啊 小婆娘啊 小姑娘啊 等不就 做得很的 寻找爱情 啊 陶老婆用的啊 大家听说了 那单身男士呢 赶紧学学 爱情的 对 那那个邓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啊 就是这个 这个 你看这龙头四弦 它只有四根弦啊 嗯 你看我们一般这个吉他里面 可能有六根弦 它能够弹出这个 嗯 多拉米发送 嗯 那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龙头四弦 它能也能弹多拉米发送 就是它有音调的吗 它这个是 可以啊 也可以是啊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看一下是怎么一个 走 进到 哦 这个 都是一样的 哦 对 它是豆乱米发 都是一样的 它才是七个人间的 嗯 七个人间 没错 陶老师你之前是 怎么接触到这个龙头四弦的啊 我呢 从中比你弱了嘛 因为我老父亲就是个母亲 经常挺老一辈了嘛 就是 他这个选择了嘛 我就 闪闪的就 我真的喜欢 然后呢 我从 我还比从四中没有这样以前 就 搬门老婆呢 跟我老父亲呢 所以 刚进到那里就烂烦 反正 找到个家人呢 就反正 直做了嘛 那真的 怎么还难呢 呃 也有家庭原因 我就 从四就走上了 也有喜欢这个东西 就走上了 直做这个 这个 这个疫情了嘛 额头四弦 已经是正正三十年 这个 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变成自己的一份事业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对对对 三十年了 对对对对 三十年确实不简单 那我觉得你在出事故事程当中 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的困境 难处 那你有没有效果放弃以后 不坚持的时候 已经 当时呢 家庭条件呢 做这个东西是 我们做 年轻人做这个的人 做得太少了 因为人家还不 还不喜欢 很多小狐狼不喜欢 太老了 当时我老父亲就说了一句话 做事 要认真 做那样就要做好 做什么事情 都要做好 做什么东西 做得好了 狠狠出庄严 这个 那换了我就 哎 更近一半的 本来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我就 就别放弃了 即使 一直经营到现在 已经出来买丁 十六年了 到今天 做这个卡执子了 所以邓老师才能成为 我们这个龙头四线的飞舞文化 这个全群人 这个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确实不容易 不容易 那你是 什么 大概怎么把你这个一直支撑着 下来呢 就把你这个 因为过程当中 肯定也遇到各种难度 回到销尿 肯定也是没那么难 说实话了吗 这个东西 在当时呢 我做这个东西在 鲁江河当中 是 社交庭人 从此 做了这个东西 但是做了后来 没定这个足球 发展依赖也到了 我跟着 本来放去 小金星把它做好 做到了 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 就是文化传承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觉得是 必须得要有这样的传承人 能够存在 才能够把我们这个中华了 这么多一些 非常优秀的文化 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能够让更多的世人们 能够看到 中国有这么多 就是可能 很多一些年轻人 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 像今天其实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 龙头世界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 对 正是因为 有你们这样的传承人在 所以我们才能够 去打开自己的事业 看到更大的事情 谢谢 谢谢你 做得很好你今天 好 真的不简单 像画这个画了画了吗 像今天画了吗 该画了吗 一般人都画不出来 因为我第一 以后就跟你说 这个可以放弹着 不能 反向了 这个颜色 不能推上去 他做到了 真的 对 对 我也画过一点画 所以我对这个笔还是有点 虽然不要 对 确实画这个画 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很费时 很费力 对 他一次电一次电 一个性子要画 三四个钟头 那道老师 请问一下 比如说你画了整个龙头 包括这个花 它有没有什么其中的寓意在里面 有啊 它都是有寓意的 有啊 那你能给观众大概讲一下 它有寓意是什么 从这个开始吗 这个是花 浪色的一笔是转王子 和转王子一笔浓的尾巴 白色的一笔是什么 我都没听清楚 这叫什么 浪色的是一个转王子 它实际是一个 一个字 藤土的一个文样 它是回文 对吧 回文 回文的一个意思 应该是 这个龙旁边的嘛 它就有 不是也 有 在藤云山的云 在藤云山的 这些了嘛 这些云产了嘛 这些 花子里头 对吧 马云花之类的 对 对 对 下面是 这个是海啊 这是 大海 大海 一个海里面出来 一边有一条鱼啊 哦 哦 对对对 这这一条鱼 石头望是看不到的 哦 对对对 不提起来给你发现 这代表这个意思 对 那这两个呢 这两个叫西部锤 对吧 嗯 对对对 我看着还有 有点像 手钩雕刻的感觉 嗯 对吧 这应该是纯手钩雕的 对 手钩雕带 鸡雕带都远 现在 现在机器雕带也有 机器雕带也有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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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个 呃 月前还有一个 龙头有一个 有一个 神话故事 就是关于 一族的一个小伙子 叫阿里 一个姑娘叫阿罗 他们为了制服这个恶农了嘛 给百姓带来了很多苦难 就把这幅恶农 通过自己 然后把这幅恶农给制服了 然后冒着生命危险这种了嘛 把恶农制服最后面 让这里的百姓生活也越来越好 所以他们也要为了欢庆 就把可能把农就做成了这个农头 为了为了为了这里的人能够依赖之乐 生活越来越好 同时他的乐情 使我这个农也不要拿 有点像报复这里给大家苦难一样 就每一节生活都依赖之乐唱这歌 跳这舞 所以把农生农的这些匹 包括这些又做成这个乐情 使我来祈祷这里每一节都更好 因为有些可能也说得不完整转据 也有这个场所 也有这个场所来对吧 OK 那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都非常的好奇 我们这个龙头四行演奏出来 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能不能有请邓老师 为我们即兴地来上这么一段 好的 好的 那我就请我的同伴 周四斌 好 好 好 欢迎 欢迎 这个是 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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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好 好 我们就来一圣摩顶达 不要选着这个高山顶天唱会 对吧 好 大山顶天唱唱华歌 不顾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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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头唱华 笑 琴 满 笑 琴 满 好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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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青壳 想青壳 家姑娘的门人 好都好 要不要再来一首 再淡瓦子也来 再来一首吧 来一首什么 再来一首 那就来一首啊 阿拉表 阿拉表 成道美拉 好不好 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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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